大家好,今天要介紹的是沙利沃斯的羅文畫法篇 那這裡呢,會介紹四種畫法 最主要呢,就是來告訴各位 其實呢,我們在羅文的時候呢 會有不同的方式來表現 那這些不同的方式呢 各種也會有不同的用途 我們有時候呢,在運用3D 來建檔案的時候 並不一定要把真實的羅文給畫出來 有時候像這樣的一個裝飾線 我們只要試一出 我們知道說這個是羅文 那這樣子就能夠去做它的 那這裡,會有一些運用 那像是真實的羅文呢 比較常會運用在3D列印 或是我們要開模的時候 要做搭配使用的時候 才會需要畫出一個真實的羅文 那有些時候呢,像這樣的一個示意 只要我們看得出來 那其實就沒有問題了 因為我們大部分的羅斯呢 都是選用一些規格屏、五金劍的 這裡呢,等一下會來教導各位 四種表現的方式 那這邊呢,先讓大家去參考 好,那怎麼做我們就去看下去囉 首先要介紹的是 塗彩裝飾羅文線 那就像畫面所示意我們看到的 這裡呢,我們畫出的是一個圓柱體 那在這個圓柱體的表面呢 會貼上一個羅文的圖片 來表示說 這裡呢,是羅文的地方 那這邊呢,我們要怎麼做呢 那這邊是蠻輕鬆的 我們從這個特徵打開 我們會看到這裡有一個裝飾羅文線 那這裡要怎麼做呢 我先把這個羅文線給它刪除 那這裡給各位看一下 一開始我們畫出來了呢 是一個圓柱體 像這樣子 那這裡呢,我所表示的這個外徑呢 是10mm 那這邊怎麼做呢 我們從最上層插入 然後呢,我們在插入裡面 我們會看到一個 柱記 從底下來去尋找 柱記打開之後 會有一個裝飾羅文線 我們把它點進去 點完之後呢 它這裡會要我們去選擇這個邊線 那我們就選擇這個圓柱的邊線 那這裡會有一些選擇 像供應式的 那這邊就給各位去參考 那選擇完之後呢 我是選擇機械的一個羅文 那這邊也一樣給各位參考 那這裡我所表現的是M10x1.5 那這邊 我們來看到這裡呢 我們會有三個選項 第一個是貫穿 再來是行程式下一面 或給近深度 那如果我們給近深度的話 就表示說 我們希望這個羅文呢 它的長度是多少 這邊我們可以去設定它 那這裡一樣給各位參考 那我示範的呢 就是把它形成是下一個面 讓它整個都是一個羅文 那我們按完打勾之後 基本上它就會完成了 但是我們不一定會看到這樣的畫面 有時候我們看到的畫面呢 可能是這樣子 像畫面上示意的 我們只有看到這一條 裝飾的羅文線 沒有看到圖材 那這裡要怎麼做呢 我們從 左邊這裡呢 在這邊按下一個右鍵 我們在感應器下面這裡呢 按下右鍵 然後這裡有一個戲目 我們把它打開之後 這裡的顯示濾氣呢 它會有兩個 一個是 裝飾羅文線 圖材裝飾羅文線 你可以把兩個打勾 或是你想要把哪一個隱藏 都可以 打勾完按下確定 它就會顯示出來 那這個形式呢 是我們非常常使用到的 像是我們如果是有使用 異形孔精靈的話 它也是用這種形式呢 來表現羅文的地方 像是我們要索羅斯的一些羅文孔 我們用塗材裝飾羅文線去做的話 它就會有這樣的一個形式 給它顯示出來 那這樣的話 我們在 做設計的時候 我們就不需要把真實的羅文 給它畫出來 只是要用表現的就可以了 那它最重要的地方在這裡 就是有一個裝飾羅文線 所以我們知道說 這個地方呢 是有羅文的 比如說 我們在這個零件 輸出成工程圖的時候 我們這裡有設定的時候 我們在工程圖那邊 也會導入的 所以我們在標注尺寸的時候呢 就會知道說 這個地方 像是外羅文 或是羅文孔 我們就可以從這裡 給它看出來 是相當方便的 所以 塗材裝飾羅文線是 非常使用 也非常常用的 那這邊讓大家去練習囉 接下來呢 要介紹的是 Trollbox做出羅文 那這裡呢 比較常運用到的 可能是我們在 組裝的時候 我們有許多的五金件 那這時候 我們可能會運用到 Trollbox這個指令呢 來做出這個羅文的 一個3D出來 那這邊呢 就是 軟體自動幫我們做出來的 所以 在這個地方 羅文呢 也不是我們去 繪製出來的 那我們如果 有興趣的 我們可以去看一下它的特徵列 會發生說 它的特徵列裡面呢 是沒有做羅文線出來的 而是呢 它是用旋轉除掉 然後用 直線複製排列把它做出來的 所以我們看到 這裡的羅文呢 是沒有辦法去鎖附的 它只是一個 示意的而已 那這邊怎麼做呢 我們如果 先前有到 工具的齒輪篇 就會知道說 我們這樣怎麼開啟 Trollbox 如果你沒有 不太熟悉的 你可以到 影片底下的說明 那邊都有參考的 學習單元 那我們 如果不知道的話 我們從工具裡面的附加 打開之後呢 我們會看到這裡呢 這裡有Trollbox 我們把這兩個 打勾之後 按確定呢 我們就可以開啟 然後我們在畫面上 左邊的屬來第二個 我們把它點開來 點開來之後 我們就會看到Trollbox 那你把它點進去之後呢 選擇你需要的一個規格 然後找到 螺絲的地方 然後 我們把它點進去 我們在這個地方按下右鍵的 產生零件 那它就會跳出了 Trollbox 我們就要去設定的 一些功能的一個畫面 像畫面上我們看到的這樣 那這裡我們可以去設定它的大小 像是M10的 那這邊我是舉例而已 長度要多長 然後這裡呢 我們可以去設定它的螺紋長度 那設定完之後呢 我們看到這裡有一個螺紋的顯示 那你打開之後呢 我們可以用簡化的 那簡化的話 它就是都沒有把它做出來 或是用圖彩的 像這樣子去裝飾出來 那這邊就會跟 上一個單元 圖彩裝飾螺紋線的做法是一樣的 就會做出這樣的一個形式出來 或者是說 是圖式把它做出來 那這邊呢是一個 簡易的一個畫法 一個詩意的 那做完之後呢 那我們就直接按打勾 它就會把這個螺絲呢 給做出來 那這邊呢就讓大家去練習一下囉 接下來要介紹的是 螺紋指令把它畫出來 那這邊呢 它的畫法會比較接近真實的一個螺紋 那這裡呢 我們在用螺紋指令的時候 會有兩大部分 它做出來呢 會比較像是 掃出的填料 或是掃出醋料 所以那這裡呢 我們要去思考一下 我們要用掃出醋料還是填料 那這邊呢 我們在做 一開始的一個圓柱的時候 就要去思考到 如果是填料的話 我們要畫出的是 螺紋的外徑 那如果是填料的話 我們就要畫出的是 螺紋的底徑 用這種形式去思考一下 那這邊可能要 各位要去想像一下 可能沒那麼好理解 這裡呢 我們用螺紋的指令 我們要怎麼做呢 那這裡我們如果沒有使用過的話 可能不知道要怎麼把它開啟 那這裡呢 我們可以從上方列的插入 我們找到的特徵 特徵裡面呢 在疫情恐精靈底下 我們就可以看到 螺紋這個指令 或者是說 我們用新增的 我們把工具裡面的 自訂打開 自訂裡面的 指令裡面的特徵 我們找到了這裡 我們就會看到一個 螺紋的一個圖示 那我們按下左鍵 往上拉動就可以把它 新增出來 我們就可以在上方列的 特徵這裡呢 找到這個螺紋的指令 我們把它點進去之後呢 就會進入這個畫面 那這裡呢 我先讓大家看一下 那假設預設一樣 是畫出一個圓柱體 畫完之後呢 我們就進入螺紋的這個指令 那這裡呢 我們運用螺紋這個指令呢 就可以把剩下的全部做出來 那這個斷面 它也會幫我們自動去設定出來 這裡怎麼做呢 我們進來之後 它會要你去選擇一個圓柱的邊線 選完之後呢 給它一個深度 是多深 然後呢 去選擇它的螺紋的一個形式 那這邊給它的是螺紋的大小 那這邊呢 螺紋的方式就會有兩種 我們是要用切割的呢 還是要用深藏的 那這邊就是跟我剛剛前面所講的 切割的話 它就有點像掃除除料 所以我們要畫出的是 螺紋的外徑 那如果是深藏的話呢 就是掃除的填料 那這裡呢 我們要畫出來的就是 螺紋的底徑 用這種形式 然後那這邊各位可能要去思考一下 那這裡呢 選完之後呢 我們可以選擇是左螺紋還是右螺紋 那做完之後呢 我們按打勾 它就會直接做出來 像這樣子把它預設的 把它做出這樣的一個螺紋出來 那我們就是運用螺紋這個指令 只需要一個指令呢 它就做出了螺旋線 少數填料或除料 以及斷面 這三個指令呢 合在一起 直接幫我們把它做出來 那這邊預設它會有一個螺紋的輪廓 那這邊呢 讓大家去參考一下 那這裡因為它的收尾呢 還是沒有那麼的順暢 所以它還是 跟真實的螺紋還是有些微的差異性 那這邊讓大家去練習跟參考 接下來要介紹的是真實螺紋的畫法 那這裡的用途呢 會比較少一點 那這邊呢 我們會用在哪裡呢 可能是有人想要了解說 螺紋呢 它的畫法是怎麼畫出來的 那我們就運用到這個方式 那這邊呢 所運用的是 參數式的 所以它是需要數學式的入門篇 以及說 我們要怎麼畫出螺紋的 所以呢 這裡呢 我不太會去說說 它到底 細節是怎麼把它畫出來的 那這邊有興趣的 你可以去參考 參數的螺紋篇 以及數學式的入門篇 那邊都有詳細的說明 我們該怎麼樣呢 去設定數學式 以及把這個螺紋畫出來 這裡呢 最大的一個特色就是 我們只需要 第一次把它畫出來之後呢 未來如果我們需要別種尺寸的一個規格 假設呢 這個我畫的是公式的 那所有公式的 M10啊 或M8 M6等等的這一些 我們都可以運用更改數學式 就可以完成螺紋 所以我們不需要每次都重新畫 那有興趣的 一樣可以去 影片底下參考單元 那這邊呢 我們比較常會用在哪裡呢 像是3D列印 有時候我們3D列印出來呢 這樣的物件 可能要跟真實的螺絲螺帽做搭配 那這時候呢 我們就必須要畫出真實的螺紋 這樣子才有辦法跟螺絲螺帽來做搭配 或者是說 我們有時候 我們的物件呢 是要做開模的 那開模完出來 一樣是要做搭配使用的 所以必須要去畫出真實的一個螺紋 這樣子才有辦法去做開模的動作 最主要可能是這樣的一個形式呢 會比較運用在說 要畫出真實螺紋 或者是你只是單純想學習的 也會用到的 那這裡細節呢 讓大家去參考影片底下的單元喔 那這裡呢 就讓大家去嘗試囉 最後呢 來總結一下 螺紋的一個畫法 那這邊所整理出來呢 是4種 那這4種 個別會有不同的用途 像是圖彩的裝飾螺紋線呢 是比較常使用到的 像是我們常常在運用 快速建立檔案的時候呢 我們可能 畫的會比較快一點 那這裡螺紋呢 如果要使用真實的畫法 會比較花一點時間 所以我們有時候呢 就會運用 屠宰裝飾螺紋線 讓他快速的知道說 我們這個地方是有螺紋的 是要跟螺絲做搭配的 那這裡呢 在導入工程圖的時候 也會相當方便 因為他會直接顯示出 這個螺紋線出來 所以呢 我們可以在標注的時候 可以清楚的看出說 這裡呢 是有螺紋的 是要去公牙的 那這樣是很輕鬆的 那這邊呢 還有一點是 像這個是一個示意的 那示意的話 他是用trollbox把它做出來的 軟體自動把它建立出來 所以他是一個 比較近似的畫法 是使用一個 直線複製排列把它做出來 而不是使用螺旋線 那這樣做法會比較快一點 那這裡呢 像是一個 螺紋的指令呢 我們可以做出一個 更接近真實物件的東西 有時候我們是想要在3D的裡面呢 表現出更接近實際物品的 或者是說 我們在工程圖 希望可以表現出更真實的 有時候也會運用在這個 螺紋的指令 做出一個更真實的一個形狀出來 或者是說 我們甚至有些3D呢 必須要跟實際的物品是一樣的 因為有裝備的問題 就會做出這個真實的螺紋 像是3D列印或是開模 我們要跟真實的螺絲羅帽 或是有一些旋轉搭配的時候 我們就需要畫出這樣的形式 所以這4種呢 各別會有不同的用途 所以那這樣子呢 我們如果畫得越複雜的話 我們零電呢 它的檔案相對呢 會比較大 假設我們在做一些組合件的時候呢 每一個螺絲都畫成是真實螺紋 那這樣呢 它的檔案會比較大 運算時間會比較久 在開啟的時候也會比較久 那這邊呢 如果有使用過的 可能會比較有這樣的感覺 那所以 如果這時候呢 你希望呢 你的檔案小一點 開啟速度可以快一點 然後在 我們在看設計的過程呢 會更順暢一點的話 那用屠宰裝飾螺紋線呢 一定是會更快的 所以有時候呢 我們就會運用這樣的方式呢 讓這個檔案呢 變得更輕鬆 開啟的時候可以更快 那這裡呢 我們要知道的是 我們運用不同的形式呢 會有什麼樣的結果 以及說我們需要什麼樣的功能 然後來去選用說 哪一種畫法的螺紋呢 是最適合我們的 那這邊讓大家去思考一下 那今天的教學呢 就到這邊為止了 我們就期待下一次的教學吧 掰掰